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將會在今年12月19日舉行 有關的提名期 在10月30日開始 直至11月12日結束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負責審查和確認參選人的資格 就有關人士是否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作出決定 這審會已經完成審查 所有154人的候選人資格 我宣布結果如下 被裁定資格有效的有153人 無效的有1人 有效的包括35位地方選區的候選人 67位功能界別的候選人 51位選舉委員會界別的候選人 被裁定資格無效的1人 是功能界別醫療衛生界的參選人 劉子俊先生 裁定他資格無效的原因 是因為他受僱於政府部門 在這個部門擔任兼職的工作 因而根據立法會條例 喪失資格 選舉事務處和選舉主任 已經開始通知所有候選人有關的結果 並且會告知有關人士 他的提名被裁定無效的原因 今次通過審查的153位候選人 有持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 包括建制派的 非建制派的獨立人士 也有來自不同背景 不同階層的候選人 有爭取連任的立法會議員 現任的區議員 也有學術界 商界 專業人士 工會代表 宗教界人士 校長 以及基層工人等等 也有很多第一次參選的年青新面孔 是符合均衡參與 廣泛代表性 被確認資格的候選人 來自不同的政治光譜 證明完善之後的選舉制度 不是要搞清一色 無論報名人是屬於什麼背景 審核的標準是一致的 對所有候選人都是一視同仁 過程是公平公正的 可以看到之前 那些只是為反對完善選舉制度的抹黑 和歪理不攻自破 政府會確保選舉在公平 公正 廉結 有罪的情況下進行 我呼籲和鼓勵 香港所有有資格投票的選民 當日踴躍投票 去選出一個為香港未來 作出貢獻的立法會議員 和立法會會議 蘋果す獐導 馬桶 若霸 衝撼